你叫我流氓做什么 等一下 你叫我流氓做什么了 远景接获检举来到现场 店家的负责人走出来 竟然骂远景这句话 你叫我流氓什么意思 不是 你这种开头像流氓 你干嘛推我 你叫我流氓做什么了 不是 你这样子 你叫我流氓做什么 你这样手的举动像什么 两个人越吵越大声 时间到会前一刻 波罗斯大人其实顺来处理这个 这是你们的吗 你们摆出来的吗 围摊的 西北市三重 这件五金超商 骑楼摆满商品不稀奇 业者为了年终促销活动 架设了大型气球 有些东西直接摆上大马路 一定是有人去给他检举 不就是东西摆太多 现在周年庆东西摆太多 太多 然后人家中午走路不方便 或干嘛的 因为这边是工业区 中午一定很多人都出来吃饭 警方当时只是在处理 违规态犯的问题 因为这东西不只摆在人行道上 甚至一路摆到马路上 一次挡住了人车 没想到远景才在盘查 身份的过程当中 双方就爆发冲突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不断跳针 远景指控年约43岁的男子 呛警察是流氓 认为对方侮辱公务员 将人依照妨害公务 带回派出所 但是当事人大喊要找律师 还申请提审 来来来来 我跟你回去 我来跟你回去 好你跟我回去 违规摆摊 最终就是罚2400元 业者却与警察起冲突 在派出所待了五个小时 送去法院 法官评估之后 认定远景逮捕过程有瑕疵 才令当事人当情释放 但他与警察之间的官司 恐怕不会就此结束 TVBS5G业者却与警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便宜恨